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蓮其實是一塊台灣的寶玉 但是長期的被忽視 我想這九年最重要的是 我們為鄉親擦亮了眼 能夠有勇氣向中央來爭取應有的權益 而且逐步的在推動當中 對於整個東台灣來講 要安全綁架 卻是一個遙遙無期的一個惡夢 所以我們不只在這上任的第一年 也就是民國的99年 爭取到高速公路蘇花蓋正式的通過 並在100年的1月29號正式來動工 預計在108年底 第一期要正式全面的完成 這一次的大地震 是在我們這一代人 從來未曾經過的 甚至全國的媒體感到雲翠的時候 每一次的地震都是現場尖叫 因為不了解是不是真正的主政已經到來 所以在這麼多的驚慌聲音當中 我們的特殊隊員在裡面 我們只能說一方面祈禱 能夠在穩定的程序當中來進行 能夠讓所有的災民不要驚慌 我們在一個月內 回復了所有的市容 市貌 更重要的是 我們包括這個身體受難的部分 罹難 重傷 重傷 輕傷 微輕傷 這五種的災民 我們全數救助完畢 我們才進行第二階段的產業災民的救助 有大家共同的支持 花蓮才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來完全救災 一方面我們要支付過去龐大負債所要支付的利息 還要做整個財政紀律的重整 每一年要償還負債 也是全國唯一連續七年償還負債的縣市 但是我們還是做了比過去更多的基礎建設 還有更多全國數一數二的社會福利 畢竟花蓮是台灣最美麗的珍珠 在最好的好山好水 以及自然環境的保護當中 我們真正可以成為亞洲的夏威夷 但是中央的資源福之確如 地方的財政如此艱困 我們還是帶著非常多的遺憾 但是如果今天中央政府 能夠真正的有效能的來支持花東的話 我相信這未來的發展 環境的保護 以及成為亞洲最佳的觀光城市 花東絕對是亞洲的首選 我卸任的那一天 我先想好好睡一個覺 睡醒了以後再看看台灣這塊寶島 我想人在公職服務 這一段人生的生涯是偶然而不是必然 所以我很珍惜有機會來為民服務 我想九年的時間不短 但這卻是我人生的黃金歲月 貢獻給花東的人民 貢獻給花東的人民 好嗎 好嗎